好了,回來了,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剛才可能只顧著讀文字 就忘記多謝網友 我看畫面而已,如果錯了,不好意思 多謝貝勒格格,以及多謝LionKing88你們的支持 多謝大家 回來繼續講講另外的話題 就是普京 現在俄乎戰爭,其實 烏克蘭大反攻,實際上 我也講過很多次 沒有什麼實際的進展 但是昨天的時候 普京 這是在俄羅斯方面應該這麼說 就射了幾十支導彈過去烏克蘭不同的城市 烏克蘭其實就沒有辦法全部截掉 當然它當然是大隻東西 當然是說它截掉了很多 但是 我的理解也是死不少人 這是沒有辦法的 他們沒有辦法抵擋這些武器的襲擊 那麼 扎蓮斯基 這個人又去了美國 四個小時之前 為什麼這個封面是寫俄羅斯法威呢? 對,真的是俄羅斯法威 但是主要的內容是要講的 就是 拜登和扎蓮斯基在白宮會面 其實扎蓮斯基是很嚴重的 現在美國方面 他們共和黨的人 已經有部分出來講 不想再援助烏克蘭 烏克蘭的情況究竟是怎麼樣呢? 其實 烏克蘭陷入了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 嚴格來說 美國扔它去打仗 那麼 它就是一個窮國來的 烏克蘭 大家都知道 那麼美國人就出雞 烏克蘭其實只是出醬油而已 但是現在快點死烏克蘭了 這個是現實的問題 其實他們是處理不了的 那麼 那麼 花花就說他又去拗錢 他不拗就不行了 他現在真的大件事 他現在是要拗錢拗武器的 現在是 很大件事 就是 拜登和他會面 那麼 預計會說什麼呢? 有些事情是真的還未公佈出來的 現在有些事情還未公佈 預計之後又會再扔多些錢給烏克蘭 大概多少錢呢? 應該是三億二千五百萬美元 那麼三億二千五百萬美元 裡面包了什麼呢? 這個就是 到最後就會傷回烏克蘭人 就是集束彈 好 也謝謝他 YZYZYZ的支持 那麼 那麼 國家安全委員會 戰略通訊協調员 John Kirby 在七月底的時候就說 那麼 烏克蘭軍隊就有效和適當地用這些集速彈 來攻擊俄羅斯的防禦陣地 其實呢 到目前為止 美國還沒有提供更多的 改進型集速彈 改進型集速彈叫什麼呢? 叫做DPICM Dual Purpose Improved Cluster Munitions 他們怎樣射出去呢? 就是在155毫米火炮那裡射的 沙利文曾經也提過 就是雖然烏克蘭提出過要求 美國是不會向烏克蘭提供 陸軍戰術飛彈系統 ATA-CMS 這個就叫做Army Tactical Missile Systems 這個呢 美國是不會提供的 這個呢 美國是不會提供的 那 那 那 扎連斯基 這個是扎連斯基 他 這個 要先說清楚 拜登也有 跟歐洲的國家 和扎連斯基 跟烏克蘭其他人 去談 他在戰場上要什麼 就是拜登 他不是只有一個人 也不只是跟扎連斯基談 他也有跟歐洲的盟國一起談 就是 究竟烏克蘭在戰場上 要什麼 以及美國可以提供什麼 以及 他們要考慮一件事就是 滿足美國的國防需求 沙利文說 他現在權衡了那些 就是 這個 拜登 拜登權衡了這些所有的考量 就決定不會提供ATA-CMS 但是 拜登說 會不會之後不提供ATA-CMS 就是這個 陸軍戰術飛彈系統 那麼 拜登是有可能提供這件事的 但是當然他要先有足夠的彈藥 那麼 美國其實他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現有的庫存裡面 就提供了很多物資給烏克蘭 那麼 額外的火炮 反裝甲 防空導彈能力 其實都給了烏克蘭 那麼 還有就是 這些事情 現在已經投入到大反攻那裡 以及後續的行動 那麼究竟 現在 就是 烏克蘭在美國是否能拒絕 習近平 他就跟 美國國會的人說了 現在大家一定要保持團結 以及一定要保持堅強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叫烏克蘭繼續堅強下去 現在是很難的 現在是 因為現在他就去到一個 快點醬油都點死的階段 嚴格來說 因為 波蘭他之前 這個又要說一下 現在的俄烏 為什麼要多說一些呢 就是 波蘭之前他 決定了做一件事情 他就停止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那麼 五角大樓他就出來評論 他就說 其實波蘭停止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的決定 是他們的主權 的決定 來的 五角大樓 他的新聞秘書 其實 這個叫做 General Patrick Ryder 這個我之前說過 他是將軍來的 做新聞秘書 他就說 對於任何國家來講 決定 用什麼支持的力度去支持烏克蘭 都是他的主權的決定來的 這個呢 General Ryder 他就在 Patrick Ryder 就在星期四的新聞發佈會上說的 那麼 會不會 因為波蘭下了這個決定 就要令到其他國家提供更多援助 喏 其實呢 就一定會的了 現實就是 但是波蘭其實他已經受不了了 現實就是 波蘭其實 嚴格來說 他是一個窮國 嚴格來說 是一個很窮的國家 他基本上主要是農業國家 有沒有工業 那麼他生產武器 那麼他可不可以供給烏克蘭之餘 供應給自己 他是不行的 而且他看到他的形勢 就是波蘭我認為 他為什麼會停了 就是不供應武器給烏克蘭 他看到大反攻那裡不對勁 就是這個烏克蘭大反攻那裡 根本是毫無寸進的 可以說是 就是說毫無寸進 就未必是真的 因為他起碼 都佔了一些小村莊 但是 沒有實質的成果 其實波蘭他本來的考量就是 不要緊 就是 你幫我頂住俄羅斯 我就不斷供應一些東西給你 你頂住 現在波蘭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認為這是我的看法 波蘭他看烏克蘭 他看烏克蘭不太能頂住 當他看到烏克蘭不太能頂住 他合理的安排 就是 烏克蘭頂不了 我們自己頂吧 烏克蘭頂不了的話 如果要我們自己頂住 我們自己要有武器 那就放回去吧 所以現在看到的形勢就是 人們開始看到 覺得俄羅斯是有機會 令到烏克蘭跪下的 起碼作出一部分 各樣領土的妥協 現在波蘭很明顯就是 有這樣的取態 我的看法就是 扎蓮斯基他在 美國國會那裡說 他見美國參議員的時候 他在說什麼 就是 又是我剛才說的 你出雞我出豉油 不過他不是出豉油 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你出錢 我們出命 扎蓮斯基他講到這樣 其實就已經 不太理人命了 其實就是 扎蓮斯基他怎麼說呢 如果美國 扔錢下來 不再扔 就會有連鎖反應 並且導致其他歐洲國家 都會採取相同的做法 扎蓮斯基他怎麼說呢 如果美國人離開的話 俄羅斯就會贏 他就說完那句 你出錢我出命 很糟糕 這個 引他已經是 已經是講到盡了 已經是 這個是大領落的 KMC就說 再打下去 烏克蘭青藏也沒有了 就算停戰也很難發展 那又不是 其實呢 他們 打贏了 然後戰後重建 那裡應該是很多錢的 其實烏克蘭是一個有潛力的國家 我也坦白跟大家說 我經常都認為 這個烏克蘭是有潛力的 不過呢 他怎麼才能發揮到他的潛力呢 他有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 而且呢 他是不可以 我的看法 不可以讓 一個在外面的政府控制到 如果他真的是自己管自己的烏克蘭人 幾乎可以控制整個地方 那些經濟活動 可以自己控制得到 那麼這個國家 是有前途的 只要那些貪腐 是縮清到 貪腐問題 是可以處理到的話 當然這件事情很難 其實貪腐問題 其實從來都是一個很難處理的問題 那 YZYZY央就說 俄烏的戰局周邊國家有沒有這麼多錢 以及軍備去支持烏克蘭 持續地打下去 烏克蘭人民真是最慘的 那麼他們已經說明了 扎蓮斯基 他說 你出錢我出命 你出錢我出命 他說得出 其實就已經 老實實是 大鑊到極的事情 那 那 立陶宛他又出來講 丸仔 為什麼丸仔要出來講 丸仔都害怕 你知道嗎 丸仔 其實 他們也想 這場仗就在烏克蘭解決 因為如果 波蘭他不支持烏克蘭的話 他帶頭撤走支援的話 其實立陶宛他自己都害怕 為什麼立陶宛都害怕 就是 立陶宛和俄羅斯是有接釀的 是不是 如果烏克蘭受不了的話 那就是會影響到立陶宛 立陶宛 他就說 願意 為波蘭和烏克蘭之間的對話 提供 一個便利 立陶宛的總統 這個 這個 Jetanis Nosida 他就說 他可以幫忙的 扎蓮斯基 和 Duda 就是 這個波蘭總統 一起談 是不是 他現在有 現在有什麼 現在你有壓力 我有壓力 他有緊張局勢 現在希望可以 就是 緩和這個緊張局面 波蘭的決定其實是一個大逆轉 尤其是 這個問題就是 烏克蘭在做大反攻 你波蘭就不支持 其實 波蘭的動作 會不會引起連鎖效應 立陶宛就怕會的 立陶宛他們現在害怕 就是 他們覺得 好像會顛覆了 歐洲和 烏克蘭的 戰略夥伴關係 現在是 其實 波蘭為什麼會這樣做 波蘭其實也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 烏克蘭穀物那件事情 現在烏克蘭穀物大量 湧入波蘭 嚴重傷害波蘭農民的利益 波蘭其實嚴格來說是農業國家 你嚴重傷害農民利益的東西 你說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可不可以支持 其實是不行的 其實波蘭一直都很支持烏克蘭的 他是第一個向烏克蘭派戰機的北約國家 比美國幾個月早 還有 烏克蘭有兩百多架 蘇斯坦克都是波蘭給他的 這個現實還有就是 大家要記得一件事情 西方軍備物資 全部都是通過波蘭領土運過去 給烏克蘭軍隊的 所以 很嚴重的 那麼 Terry Jo會怎麼戰事結束 沒有這麼快的 現在 這個是小矛盾而已 我認為是 有些人當然是看會戰爭結束 我就認為不會 我認為不會 因為美國現在又會扔錢下去了 拜登就說 他就依靠美國國會的良好判斷 向烏克蘭提供額外的援助 拜登就說 I'm counting on the good judg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就是沒有其他選擇的了 其實 已經是叫你付錢了 真的一輪援助 其實現在的問題就是 冬天接下來 其實又 他的雨季又來了 其實 有一段時間是不用打的了 除非他想著冬天的時候 有辦法去搞俄羅斯的防禦工事 但是我相信不會的 因為這樣其實是沒有好處的 其實是 自己的問題也會很大 那麼 烏克蘭人 已經做好了應對未來麻煩的準備了 這是拜登說的 拜登說的 美國人民 就會繼續跟你們烏克蘭人民站在一起 這是兩個半小時之前說的 哈哈 哈哈哈哈 現在他有說援助了 現在就 其實他還沒通過 剛才我說的 銀碼還沒通過 所以現在是還沒通過 現在是還沒通過的 那麼 其實沒得選擇了 其實也是 那麼 其實美國他認為 烏克蘭還有可能擊退俄羅斯的 口頭上 口頭上他是這樣說的 但是我認為 其實美國也知道 這場戰爭拖下去而已 根本是沒有辦法即時解決的 現在是 那周蕭就是波蘭想收錢而已 我不知道 但是波蘭呢 他就不想自己的經濟受到影響 是真的 因為他的農民如果造反的話 也是嚴重的 因為農民造反會怎麼樣呢? 那些拖拉車都會剷上高速公路 他之前是試過的了 你說這樣作反 那為什麼叫作反呢? 其實現在 很實在來說 他們正在應對一個國外的威脅 這個叫做 波蘭也是 波蘭和烏克蘭也是 有些人當然是支持俄羅斯 說這不是威脅 這是正義之師 俄羅斯就要搞一個大斯拉夫共榮圈 這樣 喂 你說大什麼春共榮圈 也沒有人相信你的 現實是 你日本人也說過大東亞共榮圈 你大斯拉夫共榮圈那些 有人相信你嗎? 沒有人相信你 普京其實 他做的事情就是 都是說大斯拉夫的事情 但是沒有人相信你的 說真的 你烏克蘭那些人也不會相信普京的 事實是 讚斯山就說蘇聯解體之後 東歐加盟國實體資產 基本被西方大企業買光 但是不要緊 你知道嗎? 其實 在東歐那些國家的人 其實是很簡單的 他們現在的日子過得比 不過在東方集團治理之下 就OK了 就是 為什麼他們肯這樣做 其實就是一般人的日子過得好 沒錯 是西方的大企業買光的工廠 例如舉個例子 就是斯洛伐克的汽車廠 就是斯洛伐克的 他們 沒有所謂的 他們 那些人的生活好了 那些工人的待遇條件 全部生活好過之前 其實你說什麼主義都沒有用 我老實跟你說 你說社會主義也好 說資本也好 其實沒有所謂 什麼主義也好 對一般人都沒有影響 你實際上那個主義 是否帶到好的生活給你 那些人很簡單 那些人 人是很現實的 所以你說 去社會主義國家 他倒台的時候 那些東西都賣光給資本主義國家 一般人理你都生芒果 理得你什麼主義 社會主義國家的時候 那間廠也不是我的 關我什麼事啊 我告訴大家一個事實 其實現在 國內也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為什麼習主席經常說 要提升那些人的所得感 其實不只是內地要做的 其實香港也是要做這些事情 是你提升一些人的 一般人的所得感才行 一般人的所得感 一般人的所得感 日子過得好 就支持你了 很簡單 一般人是這樣的 你說很膚淺 是啊 是很膚淺 但是政治就是民生的 民生就是政治 這是事實來的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美國的問題就是 美國也不可以不顧一般人的民生 油價太貴 他也要想辦法壓低油價 吃飯太貴 他也要想辦法壓低通脹 美國也是這樣的 其實一般人找不到吃 他也要想辦法搞到人們找到吃 其實這是現實來的 這是現實政治嘛 全部都是這樣的 對不對 你說搖野太貴 生活主義 不是 其實你根本是 你說什麼主義 什麼牌頭都沒有影響 其實都是最後的時候 那些人是否支持你 就是你 會不會令到人的利益嚴重受損 譬如農民的利益嚴重受損 當然不行 農民 就算是 用機械來做的農夫 他們工作也是辛苦的 而且 就算是發達國家也好 農民呢 工商殘廢 對不起 不應該說殘廢 導致永久傷殘 的比例是很高的 到現在也是 是高於一般工廠 為什麼會這樣 不是農民不想安全作業 而是本身 霧農這件事情 就有一定程度的危險 因為你牽涉到機械 而且這些機械東西 它會移動的部分 是露出來的 還有 你就是下雨天也要做事 這件事情本身已經有危險了 所以你說波蘭 它可不可以不顧自己農民的利益 它是不行的 它是一定要顧自己農民的利益 其實是 現實就是這樣的 喏 好了 那麼 狗狗狗有貓肉 就說一般人16000元 翻足6天怎麼會夜消費 你都沒有給人家足夠的錢 去花錢 那麼人家當然不會花錢 很簡單 其實那些商家 你想清楚 你想想長遠一點 你拖出來的人工 別人都不夠吃你自己一頓飯的 舉個例子 譬如你那些侍應 他做一個小時 你起碼都要在你那間餐廳那裡 買到一頓飯吃才叫做合理工資 其實 現在有些大型的快餐企業都是合理的 譬如他們出到70元一小時請人 70元一小時 做一個小時就可以吃飯 在你那間快餐廳那裡 這個價錢就是合理的 你用一個合理的工資去請人 是不是真的這麼難呢? 我老實說 有些事情 其實很不公道 說真的 有些地方做到是 你明不明白 你說沒有飯吃也沒有所謂 最重要是有自由空氣 Daniel W. 說的 這個 這個就是 晦氣說話而已 實際上 他要自由空氣也要找到吃 說真的 如果 他只有自由空氣找不到吃 人是不可以做一件事情 叫做 練先的 不食人間煙火 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一般人 你說 那些人去到英國 是不是只是吸自由空氣 找不到吃 我就告訴你 其實不是 英國 老實說 如果你肯去洗廁所 肯去麥當勞洗廁所 肯去麥當勞 Flipp Burger 你是可以一個小時 吃到他一個餐的錢 所以你說 他們在英國有沒有合理的待遇 老實說 有些人 我認為也是有合理的待遇 只不過 他們在香港之前 他的工作可能會賺很多錢 他覺得不好 那他就去英國 其實是沒有所謂的 是 那麼 讚先生就說 自己國家經濟被外國企業 老奪 只能做附庸國 老實實 讚先生 做附庸國 也沒有所謂的 有很多國家 是 你自己留意一下 現在根本有很多國家 寧願做美國的附庸 為什麼 做美國的附庸都找到吃 不做美國的附庸 連吃都找不到 這個就是現實 所以有些不可以說 什麼民族理想 那些不可以 高度不可以去到太高 你的高度 吹到太高 接著一般人要受苦 別人採取你的生芒果 事實是 我告訴你現實問題 為何寧願做美國人附庸 做美國人附庸 做美國人附庸 找到吃 現實是 你說澳洲那些 嚴格來說是做誰附庸 其實澳洲那些金融 那些食品生產企業 美國人都控制了 糧食生產的美國人都控制了 為什麼澳洲人 他們 坦白說 澳洲人他們 其實大部分人生活都很開心 其實他們的生活水準在澳洲是很高的 為什麼他們寧願做美國人附庸呢? 很簡單而已 做美國人附庸 都找到一餐吃就做了 就是這麼簡單 不是,為什麼不做中國附庸呢? 問題就是 中國也沒有要求其他國家做中國附庸 所以有些是要分清楚的 有些真的要分清楚的 其實總之大家找到吃就可以了 其實做到最後 所有東西都是要找到吃 你說不是啊 他們附庸 就像澳洲那樣附庸 沒有自己的 vision 他們有自己的 vision 但是他們覺得 有些政客就拿了一些 vision出來 就像綠克文那些 他的願景就是一個大澳洲 就是澳洲這麼大的地方 他可以做到有幾億人口的 說法是綠克文的 就是沙漠地區也可以開發的 曾經他講過這些事情 如果我沒有記錯 但是澳洲人自己不想嘛 澳洲人很多人都想 我們小國寡民就可以了 我們少一點人 每個人佔的東西 天然資源多一點 那就更好 每個地方的人有不同的想法 你不可以說 做人附庸不行 老實說 不是每個人都有戰鬥力去做老闆的 你要先明白這件事情 其實說真的有些事情 說真的 如果不是我被迫 我也不想自己出來開公司 我想打工 不過別人不聘請我 問題是 你明不明白 很多人被迫是這樣的 我有些朋友 為什麼要自己做生意 其實有些人在疫情期間 賺了很多錢 之前他在疫情前 還試過去找工作 別人不聘請他 沒辦法 別人不聘請我 就把我做生意 不是怎麼樣 沒辦法 是有這樣的事情 對不對 對嗎 Tricia就說 澳洲有天然資源 不是美國附庸 但是你要看看澳洲有天然資源 那些公司有多少是 英美資本控制才可以 什麼Riotinto BHP那些 全部都是英美資本的 根本 你跟我說 如果你要跟我說 澳洲可以自己不管英國和美國 我就告訴你很難 我覺得是不切實際的 澳洲可以自己站起來 有自己獨立的外交政策 這個是可以的 但是 你說完全不理美國 不理英國那些 就很難了 因為 事實上 現實來說 他們也沒辦法不理的 你說澳洲想做北歐國家 澳洲很難 澳洲其實 嚴格來說 我也說句實話 他所處的位置 就不容許澳洲做一個北歐國家 澳洲對地區事務是要有參與的 好了 我是說實話的 說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烏克蘭為什麼不想做俄羅斯的附庸 想做獨立國家 其實他就是想做歐洲附庸 想跟歐洲一起 因為他看到跟歐洲一起黏在那些 前蘇聯 控制到的地方的國家 其實就是所有東歐國家 東歐國家的人 加入了歐盟之後 他們的生活過得好很多 這個你沒辦法不承認 事實是 雖然他們那些重要的國有資產 是被西方買了的 但是那些國有資產在他們營運的時候 根本都發揮不了力量的 譬如Skoda 他以前也有出口去其他地方的 Skoda 但是絕對不會有福士 買了之後這麼發財 現實是 明不明白 大家明不明白 好了 那讚斯山就說 大國有大國的想法 如果經濟命脈被其他人插著 這幾年的經濟危機好像養豬差不多 我就告訴你 中國的情況是特殊的 中國呢 是不可能做其他國家的附庸的 你做別人的附庸 別人也不相信你的 這個問題是 中國也不可以找其他附庸 因為中國一早說了 是永不稱霸的 明不明白 中國的情況是特殊 只能夠自己靠自己 這個我在節目裡講過很多很多次了 中國沒有盟友 沒有附庸 一定要靠中國人自己雙手打拼的 你靠自己雙手打拼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是 不可以有太多敵人 別人來搞亂你 有時候也要忍氣吞聲 也要忍氣吞聲 也要忍氣吞聲 沒有辦法的 有時候是 如果你強行強出頭 你肯定有很多後續的問題 你是處理不了的 有些事情是不能強出頭的 我只能夠講現實 好了 Retail UF1 就是說 東歐貪腐嚴重 其實呢 又不算的 你看看哪裡 你越向東就越嚴重 其實去到 烏克蘭那些就很嚴重了 波蘭那些都比較嚴重 但是你再往中歐走一點 其實他們是OK的 捷克斯洛伐克那些地方 其實你說是不是有貪腐 是的 但是你說很嚴重是不是 我就說不是 你看看什麼地方 其實 捷克是一個國家 斯洛伐克是另外一個國家 要講清楚 之前他們是一個國家 叫做捷克斯洛伐克 但是他們現在是兩個國家 說到這裡就算了 明天再見 再見 拜拜 我們可以賣的 看到人家是一個國家 那些國家 我們要賣的 照片 我們要來看 我們可以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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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國家 我們可以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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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